高雄则发生男子到酒吧喝醉 频频对女服务生伸出闲猪手的事件 他当时已经被警告制止了 还是不听劝告 直接对女子凶暴又习凶 最后反而引爆众怒 被其他客人呼巴掌 还拿出球棒要求许 酒吧里的监视器 拍到白色上衣戴眼镜的男子 从后面环抱一位公关 当下朋友出面制止 眼镜男还不死心 再报了两次 被摸很多次 因为那女生去坐他们那一座 跟他们聊天 然后她就一直都摸她的手 摸她的肩膀摸她的头发 别的客人看不下去了 在冰箱那边伤她两发掌 有客人看到眼镜男 夸张行进气的 从外头拿了两根球棒进来 打算要教训她 眼镜男这才举功道歉 但从她的举动看来 当时应该已经喝醉 只是最夸张的 就是眼镜男根本管不住自己的手 我是说你不要一直摸人家 然后后来她就直接从她后面 抱她 然后摸住她胸部说 我哪里有摸这样 就是因为她这个动作 然后我就 我就很生气 我就凶她 这里是酒吧 不是酒店 你要摸你去酒店摸 一定要直接到面道歉啊 根据公关说法 大约30岁的眼镜男 疑似是陆竹科学园区的工程师 因为是外地人 所以住在员工宿舍 第一次来酒吧玩 却是这样骚扰公关 长达半小时 这样的行为已经构成性骚扰 虽然受害公关觉得委屈 但选择西市您能不愿提告 不过也将眼镜男照片po网 提醒其他酒吧小心 记者高雄综合报道